立委补选结果 国民党保住了苗栗和南投两席立委席次 朱立伦担任党主席后的第一站 虽然大环境还有政治氛围都对国民党不利 但也算是战时止血 没有在九合一选举后继续崩盘 国民党补选结果揭晓 国民党五席保住两席 像是苗栗第二选区徐志荣 参选之处名气不高 民调处于劣势 但苗栗三线像来是蓝营铁票票仓 从来没有出现过民进党籍立委 靠着基层动员和催票 最后以一万多票差距胜出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 这次徐志荣得得票率 相较过去选举结果 亦被对手大幅拉近 基层实力恐怕已遭撼动 我也是国民党的改革派 我也不是说国民党的任何的政策 我就是做橡皮图章 有私民性的政策 我也要好好的来反应 至于国民党保住的另一席 南投许淑华更是赢得艰辛 许淑华政治世家出身 担任过两届南投市长 照理说继承实力雄厚 但开票最后也只小赢 民进党对手汤火胜近四千票 虽然还是延续国民党执政势力 但恐怕来应在南投市力 已有崩盘隐忧 我觉得在南投县 我们还是诉求的是 能够为地方提出什么样的一个服务 跟未来我们的一个蓝筒 九合一选举后 大环境和政治氛围都不利国民党 连台中立委补选陆选人肖家琪 把好谢票的时候 也呼吁党主席朱立伦赶快布局 朱立伦可能要慎重思考选总统 因为很多支持者的声音是这样子 那我觉得支持者是认为 唯有朱子曦而选总统 可能在能够稳住2016的整个局面 为了贴近民意找回民心 朱立伦担任党主席后 地方党部改由明代或立委兼任 党权力中枢也多由立委挑大梁 面对2016要用行动改革 记者综合报道